下午好,今天是2021年6月1号星期二 以下是今天的1688澳洲晚报 澳洲公平工作调查专员署针对布里斯班 四家运烫干系连锁店经营商的法律诉讼日前结案 法院判处被告方支付罚款共11万2420澳币 2015年至2017年间,该家连锁店雇佣一名华人员工 起初其工资只有每小时8澳币 后来涨至每小时12澳币 该名雇员当时20多岁,持学生签证来到澳洲 受雇期间被苛购的工资总计达到28404澳币 上周,悉尼却人两例脑膜炎求菌 据了解,这种病菌是一种罕见而且严重的细菌感染 会导致视力模糊,耳聋,甚至四肢失去知觉 常见症状包括关节痛,头痛,突然发烧,对光敏感,呕吐,恶心 身体还可能出现红紫色斑点或者淤青的皮疹 据了解,悉尼这两名感染者都是来自北海滩的高中生 目前正在接受治疗 再来关注墨尔本疫情 最新数据统计,墨尔本热点疫情区域已增加至320个 维州疫情指挥官今天发布警告,提醒民众 陌生人之间同样存在传播病毒的可能性 即使擦肩而过,也有可能被感染 目前,维州至少有4例确诊病例,属于陌生人接触感染 好了,以上就是本期晚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